日查同事发了张和我男朋友的牵手照 配文 真爱无敌 我反手就把男朋友的HIV确诊单转到朋友圈 真爱无敌 但愿你心态别崩 一 早上七点 我被手机语音吵醒 初仪 紫燕哥哥 今天有语言 能不能烧上我呀 苏样样在我们三人小群里Q道 他口中的江紫燕是我男朋友 恋爱一年 每天雷打不动送我去上班 还没等我回绝 江紫燕轻论磁性的声音传来 好 八点我们准时路过 你在路边等我 睡意顿时消退 我皱了皱眉 江紫燕 去接他可是要绕路半小时的 你来得及 他犹豫了下 问题不大 又轻易地点点我鼻头 今天毕竟下雨吗 样样是你同事 照顾一下是应该的 我按捺住不快 故作大方的笑笑 早高峰堵车十分厉害 江紫燕得随时注意着路况 不好发消息 初仪 你给样样留个言 告诉他 我们快到了 我乖巧地点点头 消息发过去 苏样样没回 叮咚 没想到江紫燕的手机却弹出一条微信 好的 我出来了 紫燕哥哥开车注意安全 卖萌JPG 我去 他这是拿我当透明人 我满脸懵逼 江紫燕安慰我 样样以为是你开车 所以给我留言的 你不要多想了 我咳咳嘴 以示抗议 但也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等车一靠边 苏样样来拉我副驾驶车门 他小脸苍白 初仪 我有点滴血糖 不太舒服 你把副驾驶座让给我好吗 啥玩意 江紫燕一看我脸色不好 马上打原场 初仪 样样是病人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只是让个座位的事 还是紫燕哥哥贴心 你真好 他冲了我男朋友甜美的笑 我是真有点生气了 江紫燕开着我的车竟然赶我到后座 不过这时候 交警忽然过来了 走不走 再不走贴罚单了 算了 在一起这么久 各种水电费 罚单都是我交的 甚至连房子也是我的 在僵持下去 吃亏的还是我 想想我就到后座去了 到公司楼下后 紫燕和我们俩礼貌作别 苏样样向盈盈目送她的车远去 我连续收到好几条江紫燕的微信 不要任性了 初仪 你知道样样住的盛世华亭多少钱吗 二十万一平 最小户型五百平 拎的包也是向那儿 她愿意搭我们的车 是给我们脸面 你要懂得维护关系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通过她拿到大单 江紫燕是市场部业务经理 一向看重维护人际关系 听了她的说教 我嘲讽地笑了笑 盛世华亭一套住宅算什么 不好意思 那是我家开发的 我爸给我留了一整栋楼收租 二 周一早上节奏极为紧张 苏样样又在摸鱼闲聊 哇 样样 这条Gucci手链可是星际首发高定哀 你可真有实力 那是 样姐的未婚夫江沉 是我司控股股东 几个手链都是随便洒洒水了 刘婷和王丽娇把苏样样捧上了天 嘻嘻 我们晨宝答应我 等过生日要送我5%的股权呢 苏样样口气大得很 我笑了 她的未婚夫江沉的确是股东之一 但是吗 林初怡 你就知道干活 瞧你那穷酸样 不合群的人业绩怎么可能好 刘婷把矛头指向了我 关你什么事 我是天�蟹座 一向话少 懒得搭理这些人 况且爸爸教我 合格的集团继承人要宠辱不惊 深藏公与民 所以毕业后 他就把我救回自家公司留市开发集团 要求我从基层干起 每个部门都要熟悉 他那小男朋友啊 开的是大众 我早上看见的 破破烂烂 哈哈哈哈 社畜只配开这个 小时候我曾被劫持两次 身边的保镖全部被杀 家族花了一个一赎金 才捡回我的姓名 自那时候起爸爸就教育我 才不外露 喊给我改了名 跟妈妈姓林 哎对了 样样 你教教我们 怎么向上社交 多认识点富豪呗 嗨 样样是附加千金 还用向上 就给我们分享下 富豪喜欢什么类型好了 两个人踩红屁夸上了天 苏样样倾可两声 这样子 我推荐两个up主给你们 Annawar和区区直播间 还有这几本书 魅力养成客 高明的向上社交课 我们有钱人都喜欢漂亮的 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 他眨着长长的睫毛 撩着刚做的头发 我去 样样你一语惊醒梦中人 改天请江城给我们也介绍 几个人类高质量男性啊 请你吃大餐 两个女人围着他喋喋不休 听完我笑了 你当有钱人傻 商场上的老狐狸什么人没见过 把拜金写在脸上的女人 有钱人一定不会长责 不一会 组长张姐见苏样样不在公卫上 转我一个文件 初一 甲方沈总那边要对接一下新方案 我整理好了 你和样样跟他们对接下细节 我赶紧联系对方 逐一核对改搞的地方 组长留的是苏样样的联系方式 出于工作配合需要 我还是把方案转发给了他并留言 甲方可能会联系你 请知悉 不一会 微信滴滴滴 响了好几声 这是你写的 都什么玩意 狗屁不通 笑哭表情JPG 语气透着一股不屑 我告诉你 我是常青藤A大建筑硕士毕业 原方案是我仔细测算过的数据 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建设规划了 你最好不要随便动我的东西 我不动声色的笑笑 打下几个字 组长写的微笑JPG 苏样样刚进公司一年 对他的设计图纸十分自信 但实际上 组长的方案才是最契合实际 经济效益高的 那边反应极快 刷刷刷回了好几条微信 预盖迷章道 嗨 我也是好心提醒你 组长一向认可我的方案 而且定了稿的方案随意修改 甲方那边也没法交代哦 我知道了 组长妙笔点睛 在我方案的基础上 稍作改动就更完美了 哇 他真的好厉害 星星演JPG 好家伙 职场绿茶表啊着 他穿着高跟鞋嘟嘟嘟 跑去张姐的工位上 对着张姐一番花式吹捧 仿佛刚刚那番 DIS是另一个人说的 下午 苏样样一边接电话 一边火急火燎的跑来 临出疑 我这边甲方催得要命 帮我计算几个数 发给施工方那边呢 她的语气不容智慧 非常理所应当 我心里翻了无数个白眼 但是一想到 施工方顾总是 柳氏开发的大客户 全组的绩效 主要靠着这个大项目 我还是忍了 动手帮她计算 根据苏样样发给我的数据 重新算好 并请她确认没问题后发走 不一会 张姐那边接到施工方的电话 刚按下接听键 对方暴跳如雷 张静 你手下人怎么做事的 一点专业度都没有 要按你的数据建防 会出建造事故的 涉及到工作 张姐十分谨慎 费了好一番口舌 安抚好对方 挂了电话就质问苏样样 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她阴影的眼睛上 瞬间挂上泪水 委屈极了 姐 这数据是初一做的 不过你骂我骂的对 我应该多关心关心她的 呜 你嘛 让我帮忙 居然反手就坑我 组长一愣 我不是让你做的吗 初一这个小姑娘 才刚来我们部门 我锻炼锻炼她 也是为她好 早点进步吗 她舌菜莲花 我站起来 准备跟她好好掰扯 组长拦住我 稀释宁忍道 初一 你先忙你的 这部分业务 还是交给苏样样做 好 我空降到这个部门的时候 我爸只和张静组长 私下聊过这事 并言令不许走漏任何风声 既然严格划分了职责 那工作为大 我也不必让组长为难 组长给苏样样交代完 告诉她三天内交方案 前脚刚走 她又偷偷摸摸 打开了视频网站 开始追热门综艺 不时还笑出声来 一块回去吃饭 初一宝贝 今晚要开季度会议 你自己先回 乖 二十多岁的男生 还是事业的上升期 努力上进是好事吗 算了 饶了他 那你好好忙我回到 正好八点钟 我爸那边有个酒会 他说要带我认识 石娇家的公子 拓展下人脉 既然时间也不冲突 我欣然答应了 空闲的时间里 我随手刷了下朋友圈 蓄力增长 奋发向上 努力的女孩 从不会被辜负 强壮 JPG 苏样样发了条状态 佩图是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只有他座位的灯亮着 有那个大病吧 上班滑水 下班里努力人设 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我心说部门业绩 迟早要被这种货色拖后腿 下一秒 那条朋友圈多了一条留言 我们样样真是好姑娘 不知道哪个家伙有福气 把你娶回家 是江子燕 我们样样 他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是我太后之后绝吗 没两分钟 苏样样茶里茶气地回 福气给你要不要脸红 卖萌JPG 没想到 江子燕竟然秒回 求之不得 哈哈 你小子好啊 朋友圈公俩聊骚 那我就成全你俩 天蝎座的伪向喜欢谋定而后动 此刻还有要事 只好按兵不动 不过我没想到的是 这是还没玩 没几分钟 苏样样又更新了一条朋友圈 分享下建筑狗节奏紧张的一片 配图是九宫阁办公室全景 等等 我点开最中间的那张图 是我的电脑上 在放最新韩剧黑暗荣耀 我人不在公位上 但是右上角有大大的公位名牌 林初怡 马德 我已经彻底愤怒了 这绿茶趁我不在 竟然偷偷碰我电脑 还阴阳我 这条状态底下 刘婷和王力娇迅速出现 开始捧臭脚 哦哟 这是谁上班摸鱼啊 垃圾 JPG 托拳组绩效的后腿 走后门进的柳师开发吧 应该早点辞退 两个人你来我往 在那条状态下聊得火热 我反手截图 转发给我私安保监控部门 我电脑里有涉密图纸 让他们务必查清楚 是谁动了我的东西 三 晚上的酒会 在京都市最私密的高级会所 前身是京都国宾馆 高级感满满 闺女 来 让爸爸好好瞧瞧 有没有瘦了 我爸一见我 就搂着我上下打扬 自从我搬出去后 平时只有周末回家 他工作又忙 见到我的时间很少 爸 注意场合哈 我都多大了 怪丢人的 我爸拿我当小女孩 可这种商务场合 都是有社交距离的 太近乏怪怪的 啊初仪 你怎么也在这 苏样样迎面走来 眼神顺着我 挽住爸爸的胳膊往上爬 他双手抱胸 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蹭进来的吧 现在有那种假名媛 可以拼下午茶 拼酒会入场劝的 刘婷不怀好意道 别这么说初仪 也许他认识什么大人物 是受邀请进来的呢 苏样样笑成一朵小白花 大人物 初仪你是怎么认识的呀 王立娇故作好奇地问 那当然是 张开腿认识的呀 哈哈哈哈 刘婷跟个显眼包似的 开始猖狂大笑 这是高端商务酒会 几位在胡说八道 高声喧哗 我就要赶人了 我爸正正神色 淡淡扫了几人一眼 身上散发着一股 上位者的气息 气势凌人 他挥了挥手 招来了一名安保 富尔根安保吩咐了几句 那名大汉便紧紧 跟在他们三人身后 如果他们还敢胡说八道 便扭送出门 我爸一向重视我的身世隐私 把我保护得极好 而且对苏样样这种级别的人 不必向他们证明什么 哼 什么玩意儿 那个大佬都多大岁数了 林初仪也是重口味 什么都不挑 哈哈 亲着怕是有老人味吧 刘婷和王丽娇 开始窃窃私语 使劲编排我 苏样样却满脸淡定 压低嗓音道 你们忘了 他有男朋友的 而且呀 一会就到 呵呵 他捂着嘴轻笑 三个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拎着裙摆 到处递名片 而且递得多半都是 不超过四十岁的青年企业家 眼神中的谄媚和讨好 明晃晃的要人眼 样样 我在这 一道熟悉的清润男音喊道 江子燕到了 这里安保还挺严格 我被检查了好几次呢 多亏有你 我才进了这么高端的场合 谢谢你样样 不必客气啊 能帮上子燕哥哥的忙 是我的荣幸 你这么努力 值得被上天眷顾 说完 苏样样从酒保处 取了一杯酒地给他 眉目间风情万种 走 我带你见见我们公司股东江城 引荐一下 那太好了 江子燕眼睛一亮 摩拳擦掌 我站在背光处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呵呵 江子燕 我知道你是努力的人 还想着等你经过我的考验后 将你引荐给我付起 柳氏集团真正的掌门人 没想到 你有了自己的打算 也好 几人顺利地见到江城 公愁交错间 相谈甚欢 子燕哥哥 你还有老熟人没见呢 瞧苏样样先知 轻轻指向我的方向 爸爸正在向我介绍 是教沈伯父家的公子 沈怀旭 他刚从麻省理工数学 精算系毕业回国 已经进了沈氏集团的董事会 沈伯父打算逐步将家业 交到他手里 沈怀旭就那样静静地立着 气质清冷 浑身都散发着 生人物尽的气息 看着我的眼神 却分外认真 还记得我 我点点头 年幼时被绑架的经历 让我患上了中度躁愈症 脑中经常浮现出 绑匪把保镖 剁成一节节的画面 只好害怕地躲在柜子里尖叫 情绪很难平复下来 后来 父亲把我送到沈伯父家住了段时间 他家有红色背景 武装安保十分严密 我和沈怀旭 度过了三年朝夕相处的日子 平静而温馨 初遗 江子燕走近 促眉道 你控制欲也太强了吧 我跟你说了 要加班 你还追到久会来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喜欢独立 不粘人的女孩 你早点回去 我晚上陪你 听话 说着他就揽住我的腰 把我往外推 我被他拽得差点摔倒 一只有力的手 恰到好处扶住我 是沈怀旭 你谁 放手 江子燕见他碰我 面色阴沉 命令我到林初遗 告诉他 谁是你男朋友 我冷冷勾起唇角 点开朋友圈 养给周围的人看 哦 我明明记得 你要娶的女人 是苏样样啊 我眉眼间波澜不惊 声音却极有分量 此话一出 江辰锐利的目光 射向苏样样 他目光游离 小声心虚解释 陈宝 不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贫嘴 没想到初遗 开不起玩笑 大家不用当真哈 我心里只有你的 你相信我 他娇嘀嘀地咬着唇 模样楚楚可怜 初遗 你心胸放宽阔点哈 都是紫燕哥哥 有业务需求 我才带他来酒会的 紫燕哥 明明是你正牌男友 你还跟这位大佬 和富家公子 暧昧不清 我劝你 还是当面把话说清楚 不要脚踩三条船 他小心翼翼地 瞅我裙摆 满脸真诚地劝我 要是我忍耐力好 我爸也忍不住了 江晨 管好你的人 再这么颠倒黑白 坏我生育 你趁早退出董事会 江晨连连点头 刘总抱歉 我这就带他出去 实在对不起 扫了大家兴致 苏样样不可置信 手指紧挽着江晨 宝宝 他算哪根葱 凭什么让你退出 江晨面色铁青 赶紧捂住他的嘴 连拖带拉出了酒会大门 你 也一起出去 我指着江紫燕 笑得温柔而危险 江紫燕 我们到此为止 好好舔你女神 别出现在我面前 四 那天之后 我拉黑了江紫燕 又派保镖去把他 请出我的房子 他暴跳如雷 换了号码 短信轰炸我 林初怡 在一起一年 我对你哪里不好 天天送你上下班 给你买早饭 送奶茶 你心这么狠 一点就情不念 我面无表情 以前觉得这些很珍贵 现在很廉价 他越说越偏执 短信发的没完 老男人伺候的爽吗 我这么尊重你 一次都没碰过你 竟然便宜了老东西 我花心思哄你开心 对你这么好 你把我之前花的钱折线 给我一百万不过分吧 那头还在碎碎念 太好笑了 恋爱一年 我跟江紫燕的花费比 大概9比1 他平时一到结账 就上洗手间 现在还有脸找我折线 与此同时 保镖发了一张医院诊断证明 是他收拾家里时找到的 上面清楚确诊 江紫燕得了HIV 真是 下头啊 我以前是瞎了眼吗 沈淮旭长眉微挑 扶正眼镜 遇到困难了 需要我出面吗 他周身散发着淡淡的压迫感 这种甩不拖的人 我来处理就好 他观察入微 只看我神色就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我点点头 江紫燕偏执疯狂的样子 像极了曾经的绑匪 音质疯狂 我生理性厌恶这种人 只想从他的世界里 全面消失 公司这边 我依然正常去工作 为了适应通勤节奏 环抱了驾校 重新学开车 爸爸说要给我配司机 沈淮旭说 可以来接我上下班 我统统婉拒了 我喜欢自由的空气 前面的工位上 苏样样在奋笔记书什么 一改往日划水作风 娇娇 诺 给你 他把纸递给王立娇 大嘴巴王立娇 大声念出来 如何让大佬卸下心房 掌握高质量人脉 具备高情商 三句话让男人为我花一千万 拿捏男人的万能画术 我去 绝了 样样你理论太丰富了吧 堪称人生导师 上次江辰介绍的那男人 好抠搜啊 哈喽 你再给我介绍几个 让姐妹也飞黄腾打吗 内容实在太炸裂 我只感觉脏了耳朵 下了班 我要去驾校学车 没想到 苏样样也在 初仪 陈宝要送我一辆保时捷718 让我先来学一学呢 他说开跑车和普通车不一样的 女孩子要提前熟悉一下 你怎么也来了 哦 你和子燕分手了 现在要自己学车上下班了对吧 有点可怜呢 虽然你和子燕哥分手了 不过我可以请他顺路接你一起来的 他志得意满 故作善解人意的说 哦 江总答应送你 空投支票谁不会开 还是等到手了再吹吧 我但笑着回 据我所知 江辰最近好几笔投资失败 现金流很紧张啊 都愣着干嘛 快上车 开始练习了 教练大叔从远处大吼 大概50多岁 地中海发行 脖子上一条大金链子闪闪发光 最重要的是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 缺了根手指 上了教练车 我仔细回忆着 今天辛苦你教我们了 我学的慢 你轻点骂我呀 他扑扇着清纯的大眼睛 双手还着教练的胳膊撒娇 教练十分享受着美女的靠近 也得意的向他展示自己娴熟的车技 老头子越说越上头 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得赶紧拐弯 幅度大概是这样 他竟然牵起苏样样的手握住方向盘 自己的大手紧握着他的 是不是还揉捏一下 苏样样毫不抗拒 依然和教练有说有笑 旁边的车友偷偷戳我吐槽 真是辣眼睛 这么大年纪了 真的是 我呵呵一笑 他也算有职业素养 无论老少 都一视同仁玩老女那套 他以为 凡是撒撒娇就能获得更多资源 有时候是可以 但更多的时候 会付出代价 晚上下课后 教练开始打喷嚏 他搓着嗓门说 最近接触的人多 不会是痒了吧 我这里有感冒药 教练你吃一片预防吧 自己照顾自己 带这么多学员 千万不要累到了 这样我会心疼的 他温柔似水 说得十分真诚 我差点就信了 教练用缺了根手指的大掌 紧搂着他 小嘴真会说话 我这心哪 一下就软了 我看见他脸上 闪过一丝不自然 不留痕迹地 往外挪着脚步 随时想跑路 终于从驾校出来 苏样样小脸一拉 圆形毕露 什么玩意儿 对着我动手动脚的 为老不尊 我看你很想受的样子吗 还心疼人家 我也开始阴阳怪气 他白了我一眼 踩着高跟鞋 堵堵堵地走人 路边凭着一辆黑色宾利 沈淮旭闪了下双跳灯 目光勤着笑意 怎么样今天 很好呀 都顺利的 我妈做了一桌菜 有没有机会 请出一小姐赏脸去尝尝 她唇角轻飘 不紧不慢地问 去去去 好久没尝到沈妈妈的手艺了 气氛平静而温馨 我喜欢这样烟火人家的感觉 五 周一组会 组长宣布 总裁办那边 空出一个岗位 需要从下面 领选一位同事 话一出口 底下炸了锅 样样 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 这岗位还不是你的囊中之物 刘婷理所应当地说 组长张姐说 我们打算按照本年度的绩效考核 来推选人员 目前绩效第一的人 是林初怡 什么 张姐你没搞错吧 样样给咱们组拉了那么多投资 我们组是设计组 绩效体系中 设计方案的采纳度 创新性权重比较高 而不是引入外来投资量 你们搞搞清楚 张姐话里有话 对苏样样本职工作 做得不怎么样 却经常以拉投资说事的现象很不满 我不同意 现在行情这么差 第三方投资多重要啊 王力娇开始胡咧咧 想转组吗 我可以给你向市场部引荐 张姐怒了 王力娇缩缩头 不敢再言语 设计部至少还有正常双修 而市场部经常要出差 应酬 喝酒都要喝吐了 会后 张姐私下找到我 初怡 你的情况我很清楚 这调用人选是你 不会再变化 我拦住她 张姐 王力娇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张姐面色一变 你要让位吗 这是证明你能力的好机会 姐 证明我能力的机会还有 不过 证明他们能力的机会不多的 我不动声色的笑笑 就让给苏样样吧 她去了更合适的岗位 我也替她高兴 在设计画图岗位上不甘正事 其实组长对她意见也很大 总裁办那种地方 才更适合她 组长若有所思 既然我愿意拱手想让 她也不便再劝 刚回到公位上 听到苏样样又在和那两位 捧臭脚的传授套路男人的经验 我给你们传几个干货合集 都是我报了班的老师教的 仔细学着点 聊汉情感技巧 情绪价值给感情升温 如何安慰优质男 家境普通的女孩 如何嫁给身价几十亿的总裁 学懂了 帮你们实现跨越阶层的结婚对象 哦 样样 你报的什么班呀 也拉我进群呗 刘婷讨好的说 她和王力娇俩快要奔三了 现在每月的工资 都花在整形医美上 目的就想掉个金归序 我视若无睹地走过去 压根不想搭理他们 哎 初仪 你回来了 苏样样捧着脸 坐在我工位前 一副掏心掏肺的口吻对我说 这段时间 我可听说子燕在陆续相亲 他这么贴心的男孩 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呀 千万别错过了 如果你愿意退出 总裁办人选竞争 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地 去劝劝他回心转意 你觉得呢 把恶心人的话 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我也是佩服他 苏样样 竞争吗 大家各凭本事 江子燕我丢掉了 就是丢掉了 少拿他恶心人 丢人 我淡淡开口 他一正 这样啊初仪 这可是我给你退出的最后机会 如果被我争取到 而你落选了 可是很丢脸的哦 我谢谢你哦 我要工作了 让开 我面无表情地回他 苏样样气不过世地 动我两秒 转身拿起手机就拨电话 软着声音撒娇 陈宝 听说总裁办那边 要从我们组调人 晚上去你那边详聊 好呀 到时见 我冷冷一笑 只要人有了贪欲 动作就会走样 也更容易抓到把柄 去卖力争取吧 下班时 我和同组同事一起走出大楼 没想到楼下响起一阵汽车喇叭响 哎哟 这谁啊 不知道这是禁止鸣笛路段吗 素质真低 有人吐槽 样样美女 我来接你下班 车里人冲着我们招手 是驾校教练 他今天穿了一身西装 那笔体的材料 与他浑身的江湖气十分违和 苏样样惊讶地没回过神 教练 你 你怎么知道我公司的 哦 我去报名处 特意找到你的报名资料 不光如此 我还知道你胜是华庭呢 我今天特意换了辆车 这个惊喜还不错吧 一起吃个饭 殊不知 这哪是惊喜 是惊吓好吧 苏样样听到这老头 连他的住所都打听到了 小脸一白 慌忙拒绝道 啊 可是今天我有约了爷 教练从自嗨中回过神来 你不喜欢 你不是说 最喜欢我霸道总裁的样子吗 还说很有男人味 周围吃瓜的同事一听这话 纷纷笑起来 我也在心里大笑不止 他哪是喜欢你霸总的样子 他是喜欢真霸总好吧 教练面子挂不住 露出阴沉神色 今天这顿饭 你不吃也得吃 苏样样下的花容失色 开始辩解 我 我也只是和你随便聊聊 哪能就当真了 教练你教我开车的样子 是很帅 不过今天 我的确有事在身 你看改天约好吗 我给您赔罪 说完就想开溜 毕竟 他今晚还要付江城的约 很忙的 教练这种混江湖的人 哪能不知道他的言下之意 当即捏住他的好腕 想跑 把我哄得五迷三道 就是想多练几把车 以为我看不出来 今天你改约 这顿饭必须陪我吃 说话间 语气逐渐凶狠 今晚江城的饭局 苏样样是一定要去的 只见他难得的露出 不耐烦的神色 撕破脸般回道 教练 我把话给你说 明白了吧 我才25岁 在柳氏开发集团就职 马上就要高生总裁办了 我未婚夫是集团股东 你看看我身后的大楼 我拎的包包 无意不是名牌 你又何必自取其辱呢 就是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刘婷撞着胆子帮腔 听到这 教练的神经像是崩断了 手在裤子口袋里 摸出一把小刀 围观的众人 纷纷吓得花容失色 保安 保安呢 苏样样吓得大叫 大楼里迅速地涌出 好几个身邪电棍的保安 把开始发疯的教练 摁在地上 快报警 爸爸为了保护我 给大楼配备了 最高等级安保力量 在这个档口 救了苏样样一回 第二天 苏样样红光满面地来上班 他故作神秘地扭到我面前 初一呀 组长宣布人选的时候 千万不要哭鼻子哦 我亮出职业假笑 怎么会呢 我可太为你高兴了呀 不出所料 组长在组会上宣布 此次生签至总裁办的人 是苏样样 他那帮小团体 鱼有容焉 马屁拍得更厉害了 我就说 林初一那个小表杂 怎么能跟你比 样样姐真是人生赢家呀 这么闪的钻戒 是江城的求婚戒指吗 狗腿帮纷纷恭维他 陈宝说 快了 他会给我一个盛大的仪式 他笑得甜蜜娇羞 六 年终案例要召开公司董事会 讨论下半年经营计划 各部门集击一堂 全部亮相 我正准备推开会议室大门 苏样样跳出来拦住我 哎 林初一 你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都乱钻 你赶紧回二十楼设计组干活去 不对 最高层是要录指纹的 你怎么混进来的 不会是竞品公司的间谍吧 喂 保安把这个人请出去 我来报警 他一副当家做主的姿态 不用了 苏样样 我是来开会的 还是别给警察添麻烦了 我流畅了结果他的手机 暗调播出的一百一十号码 会议室大门敞开 爸爸坐在主位上 满屋子的董事们纷纷望向门口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林初一 毕业于耶鲁建筑设计系 目前已经在公司轮岗三年 县调任董事会执行董事 负责管理建筑设计部门 总裁办 运营部 爸爸自豪地向大家介绍我 有种掌握全局的威慑感 林董好 您这么年轻 未来可期啊 多多指教 江城弯着腰递来一张名片 我挑着眉 递了个眼神 给站在门口倒水的苏样样 他面容苍白 满脸不可知信 嘴里捏入着 不可能啊 怎么会呢 我不再理他 认真与股东方 投资者讨论起下半年经营计划 会议推进得十分顺利 即将到尾声时 我看看万间手表笑了笑 好戏开眼 哐当一声 会议是被人破门而入 一个妆容精致 书卷气满满的女人走进来 待看清来人时 江城吓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向女人走去 女人却绕过她 镜子走向首位 打扰各位了 我是江城间的妻子 和她隐婚多年 常年住在国外 今天来是认识认识各位 顺便演 认识认识我老公找的新妹妹 她唇边勾起复仇般的笑 拿过我手里播放PPT的遥控器 前不久 江城要和我离婚 还提出了要求 要我净身出户 一旦离婚 将涉及到公司股权变动 本着对各位投资人 负责任的态度 想请大家帮忙参谋参谋 这事该如何处理啊 女人语气凉嗖嗖 马溜的在大屏幕上 放出江城和女人私婚的画面 地点在她家 她和妻子的婚床上 而女主角赫然就是苏样样 屏幕上苏样样身穿情趣内衣 风情万种迎合江城的画面 把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几个老色披肩是 甚至像苏样样 投去不怀好意的目光 这样的画面曝光 怕是会对柳氏开发的股价 造成极大影响吧 我还听说 最近柳氏开发的子公司即将上市 在这个档口上丑闻若曝光 够了 父亲打断她的话 脸色铁青 咬紧牙关道 江城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你自己的家务事 自己处理好 这个丑闻若走漏一丝消息 你自己退出董事会 把剩下那5%股权转给初一 大佬就是大佬 父亲说话质地有生 江城屁都不敢放 江城的原配件目的已达到 踩着高跟鞋往外走 临到门口 他站定 狠狠地给了苏样样一个耳光 净身出户是你想的主意吧 你吃了多少 回头给我一样不落地吐出来 姐姐 你打我是应该的 可是 我和陈宝是真心相爱 他说他没了我不行的 我不像你那么爱自由 我愿意给他洗手做羹汤 哪怕他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陪他慢慢变老的 苏样样楚楚可怜地说 又开始哭唧唧 江城脸上受用得很 一副护花使者姿态拦在他前面 哦 好啊 江城你听见没 你一无所有他也愿意跟着你的 不如 你把股权转到儿子名下好了 我成全你们 说到这 江城的原配朝我低了个眼色 好 有样样陪着我 我什么都可以失去 江城像是下了决心 那现在就把协一签了吧 他原配夫人是知名律师 此战早就把材料准备齐全 哎 陈宝 我不同意 这可是你奋斗半辈子的资产 怎能这么轻易拱手让人 可是如果他起诉打离婚官司 闹得人尽皆知 有爱你我名声 公司股价也会受影响 签了协议我就能心无旁骛地娶你了 你放心 苦日子熬着熬着就出头了 江城大笔一挥 把全部持股转到儿子名下 他抱着苏样样满眼深情 样样 我答应你的是做到了 只是婚礼 可能没办法去巴黎岛办了 哈哈 没想到江城居然如此恋爱恼 我也是始料未及 他怀中的苏样样有苦说不出 怒急攻心 一下子晕了过去 气 江城出轨的资料 是我发给他原配夫人的 我也是没想到 他竟然会这么狠 要求夫人带着儿子净身出户 水满则意 物极必反 人被逼急了 都是要反击的 我只是 给他夫人送了一把刀 然后我又给了苏样样一拳 第二天 在他跟同事们炫耀他与江城婚事的时候 安保中心负责人来找他 负责人把一叠私自打开同事电脑 盗用涉密设计图纸的照片 甩到他脸上 苏样样 你解释一下 这回 他真的慌了 开始颠三倒四的解释 这照片不是我呀 是你合成的吧 他不敢说出口的事 他私下找安保中心 销毁了监控录像 这样一说更有猫腻 其实苏样样的确成功删除了视频 但我借助沈淮旭的资源 重新复原了监控视频 负责人打开手机 现场播放视频 这是动态视频 你不会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吧 门外 派出所警察带着手铐走进来 最终查清的事实是 苏样样盗取的资料 被他用作向上社交的利益交换 几经导手后 输送给了精品公司 我父亲震怒 递话给江城 公司打算以刑事立案 起诉苏样样 请他考虑清楚 要不要和这个女人结婚 要的话 连他一并打包走人 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江城自然避之为恐怖极 放弃了苏样样 听说苏样样服刑两年出狱后 还想从事建筑设计行业 可惜入职公司进行了背景调查 发现他的学历 是金主爸爸花了钱替他水出来的 实际只是个野鸡大学 这条路走不通了 他换了条赛道 最近看他在朋友圈卖课 他自称是恋爱导师 导师介绍中 毫不掩饰地标识着 引导追求者赠送珠宝 指导跨越阶层婚姻 对男友进行精神控制等词语 他的朋友圈依然岁月静好 不断地晒探书学习 插花练瑜伽 日常学英语 NBA课程打卡 在吊金归序的路上 持续努力着 只是我知道 那都是经营社交圈而已 后来他秀出和江紫燕的牵手照 我笑了笑 把那张曾经的HIV确诊 单发到朋友圈 他暴跳如雷 一次沈淮旭带我出席酒会时 我又见到了苏样样 他脸颊被华丽到长长的伤口 经过医美修复后稍微淡了些 但依然清晰可见 那是驾校教练又找上门话的 他混在一堆外围中 不断地像丑陋如肥猪的富二代献美 脸上的笑容依然甜美娇艳 不过 外围圈里也开始内卷 美貌 提供情绪价值只是初级课题 现在又开始了身体塑形 四处埋线 甚至开始吃药 延迟经期 迎合男性的市场巨大 他依然乐于此道 执掌集团三年后 我和父亲商量 另起炉灶开始投资乡村振兴事业 此后柳氏开发集团的房屋和桥梁 出现在大西南 大西北等交通闭塞地区 与此同时 我还成立了家族慈善基金会 建立女子学校 资助贫困地区女孩走出大山 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被市长授予全市十大女节 最佳青年慈善家称号的那天 我在自己的个人博客写下一句话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巅 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节而非草芥 我站在伟人之间 藐视卑微的懦夫